今天来跟大家介绍 维其分十集这一套教材 它是自学的教材 它也可以被编成一份课程 所以如果各位同学 不是要临心地去学习 就是从各个不同的主题 看你用别的教科书 或者是自己在网络上面搜寻 用自己的路线来学习维其分的话 那这一份自学的教材 可能在很多地方是可以提供帮助的 但是有些同学可能比如说 选了一个自主学习的课 希望能够排比方说18周的时间 按部就班的学习一整套东西 那这一份自学的教材 也可以编成一套课程 那等一下在后面就会做些介绍 我相信我可以搭配我们高中的数学学习内容 从高一学完了多项式函数之后 那你可以当然跟着学校的课程 学后面的高中数学 那么只要学完了高一上学期的多项式函数 就可以接这一份教材 就是我刚刚说帮大家编好的一个 一学期18周的课程是可以跟得上的 所以可以这么说吧 这是我猜想这应该还是唯一的 虽然我不是百分之百确定 我个人相信 这还是目前唯一 针对高中生 特别是针对我国的高中数学的课程 搭配我们的高中数学课程的内容 使得可以融入高中生的程度 融入高中生学习数学的习惯 而且再加上后面我会说的 其他的一些主要的理念 所融合在一起 做的一份蛮独特的 这个维基分的教材 那我是民国66年 靖建宗 还记得我的学号是60391 69年毕业的 那跟我同班 当然有好多同学 其中一位现在还在联络 叫李荣源 他确实去了交大的哪一个系 我忘记了 可能是电子物理 那他现在也是竹科新贵 你们知道就是住在 那个平均收入最高的 那个新竹关心里 对 所以反正就是他自己有一家 中小型的这个电子业 那但是他也自己练书法 所以这是他帮我写的字 好不好 维基分十级 所以跟我们建宗很有关系 这个做教材的是我 这个做封面 写封面的字的是我的同学 那这一套的教材的影片 原则上我都用这一幅画面当作影片的头 那这个照片也是我自己拍的 所以可以避免这个版权的问题 这是我到尼泊尔去登山的时候 在喜马拉雅山脉拍的照片 然后在各位同学手上的这一份教材里面 我们还有配了一份插图 假如将来出版的话 我倒想试试看 不过这有一点难度 因为这是一个赫赫有名的人 达利的人生最后一幅画作 你从这幅画看还不太确定 他到底画完了没有 总之他生前的最后一幅是这一幅画 所以将来我如果想把它放到我的书的封面的话 还有一些版权的问题要去拜托一下 好这幅画的名字叫做燕子尾巴 那你也许会认为它就是一个写意的燕子尾巴 但事实上你可以上网查一下 这都是属于wikipedia可以解决的问题 其实它也是一个数学的方程式图形 被取了名字叫燕子尾巴 所以在这幅画里面有我们那个数学方程式的图形 那当然也有为什么可以放到微积分的封面上 因为有一个 其实这个形式 应该说这个图案也让我们 我们应该也会想到小提琴 小提琴上面常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图示 这个图示其实是积分 也许在座蛮多同学已经看过它了 就是积分的符号 顺便说一下吧 这个积分符号是一个拉长的S 英文字母S 那为什么用了S 因为它是summation的意思 它是加的意思 只不过它是把无穷多个无穷小项 就是这么一个直觉的说法 无穷多个无穷小项 要加在一起 那我今天打算就是按照各位手上的这一份 这个截录的教材 截录的文本 那这一部分呢 差不多就是等一下要说的 微积分十集一 第一个区块的内容 那我就按照比较简单的这个序言 来说我今天的分享 那这个序呢 可以说有三个小节吧 有关这个 这一份自学的教材的模组架构的想法 那是我的第一节 第二节呢 是为了就设计这个教材的时候的几个特殊的学习 关于学习微积分 或者甚至于说关于学习数学的一些理念 第三是我们这一套微积分十集的教学 有关这个教学创新方面的一些 应该说有关教学的一些创新的设计 这个理念跟我要讲的内容 当然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开始酝酿了 绝对是很久以前吧 可能有二十年的 这个教维积分跟思考数学的经验混在一起 还有思考高中数学课程内容的经验混在一起 那么开始真正的制作这些影片 是民国一百零三年 那做到一百零五年的时候 还没完成 但是因为那时候我开始要加入了108课纲的设计的团队 所以几乎所有的在中央大学工作的以外的时间 通通做了课纲 所以这个微积分十集的事情就耽搁下来了 直到今天 那虽然说这一套影片这么说 它已经有点老了的样子 当然微积分本身更老 对不对 微积分有三百年了 但是这里面的许多的想法 包括模组 包括学习理念 包括教材教法的创新 我虽然没有天天在看教学影片 但是不时还是会看一下 那我认为 虽然台大的这个陈老 一位陈老师 一位齐老师 也都有很好的影片 但我还是认为 针对高中生的自我学习 我们虽然这个影片有一点点年纪了 但是还是非常非常新的 就是说所有等一下要说的想法 都还没有跟我们一样的设计理念的影片 在网络上面公开 那模组的架构是这样想的 就是把它变成教学的影片 然后对这一张 先要跟大家宣传一下 我在YouTube上面有两个频道 其中一个频道 可能比较容易记得吧 就是 善就是我的名字 我的姓氏 简单的单 这个英文 是拼做 S-H-A-N-N 然后Math 事实上我发现 你只要打我的中文名字 在YouTube上面打我的中文名字 也是可以找到的 这个三万多个 这个昨天晚上才结的 所以三万五千个 这个Subscribers 这应该也不算多了 但是以一个以数学主题的这个频道来说 我已经觉得蛮不错的 然后十年来 2013开始上传这个微积分的教学影片 十年来累积了五百多支的影片 然后有四百多万次的观看 所以先让各位同学了解一下 这一份教材 虽然你在YouTube里面可能搜寻不到 原因是我并不认为 我是课程 我并不认为我拿上去的东西是课程 我马上就会解释这一件事 所以你在搜寻YouTube的微积分课程的时候 就搜不到我这一套教材 但是如果你打一些关键字 比如说什么是微分方程 什么是微积分 然后这个积分基本 微积分基本定理 这个积分基本公式 你打这一些关键词的话 就很容易搜寻到我的影片 这就是我当初设计的时候 想要达到的效果 那目前也确实展现出这个效果出来 那我刚刚说累积了500多支的影片 那我的影片的特色就是都不是课堂上测录的 所以今天的录影可能还算是课堂录影 就是很长的时间加在一起连续可能有100分钟的录影 我的影片基本上都不是这样的影片 而是专门针对一个一个学习目标 一个单一的学习目标做的影片 所以这个影片原则上都在9到15分钟之间 我个人希望它们都是12分钟 但事实上后来这个用事后来证明的话 我绝大部分的影片都聚集 集中在9到15分钟之间 那500多支影片里面有这少数几支 这6支被观看的次数总共是超过10万次 各位同学如果到这个中国大陆的网站里面 就是进中国大陆里面去搜寻一下 别人告诉我 我在大陆的境内有三份复制品 他们有没有收钱我就不知道 因为反正我也拿不到钱 在那边的话应该都是超过100万次 有人告诉我有一些影片已经超过300万次的观看了 在YouTube里面超过10万次的有这几支 旧版跟新版两份 什么是微积分 然后这是专门为高中生讲的 这个函数跟微分的关系 就是帮各位同学再复习一次 我们从国中二年级以来学到高中 我们到底是为什么要学函数 那老师告诉你函数的定义是如何如何 为什么要这样定义 那函数的本质 当初定义函数这个观念出来的原因 就是为了把微积分说清楚 如果没有函数这个观念 如果没有函数这个符号 我们甚至于很难说微分跟积分 很难写微分跟积分 所以函数的诞生其实是为了微积分诞生的 可是我国的现在只有我国比较特别 其实蛮多国家都在高二 有的是高一就开始净微积分 我们台湾是要到高三才有 那就使得函数这个东西的诞生 就是为了讲清楚微分跟积分的观念 可是我们把微分跟积分抽掉 只讲函数 就使得函数只能有两个下场 一个就是非常抽象 另外一个就是非常枯燥 你不知道学函数要干什么 而且很多同学可能到现在 还是搞不清楚函数跟方程式到底差在哪里 当然你也许会记得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千值线检验法 对不对 千值线焦点超过一个的就不是函数 它只能是方程式图形 不能是函数图形 但是只为了这么一点点差异 就需要学一个新的东西吗 也不是 当然我这样讲下去 就快要把这支影片讲完了 就没有必要 好了 接下来就是另外一个面积 相对于积分 可能很多人知道积分就是 积分的意义至一 就是求曲线下的面积 再一支是 这倒是我蛮惊讶的 认识微分方程 因为这一支影片已经到了 微积分十集二 第二区块 不是第一区块 我本来会认为它稍微高了一点点 不会有这么多人爱看 但是发现有很多人可能就是搜寻 什么是微分方程 这个词就搜寻到我的影片 所以这是有将近14万次的观看 而且它上网的时间其实才慢一点点 然后积分基本公式 然后新版的什么是微积分 好那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 我的影片的时间 你看最短的这个9分 这个是最短的9分钟 然后最长的就快14分钟多 就如我刚刚说的 大部分都在9到15分钟之间 好那我当初规划这个微积分十集 分六个区块 你也可以用比较 比较世俗的眼光来看 它相当于 一个学年六四段考 一个学年的六四段考 但其实虽然这是一个蛮不错的分类方式 但是并不是我的想法 我要把它分成六块是今天不在这边多说的原因 因为各位同学大部分可能是高一 所以我跟你多说了你也不清楚 反正分成六块是有文化脉络上面的 跟学习目标上面的原因的 其中第一个区段就是微积分十集一 就是我刚刚说的专门为了高中生设计的 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学 高一上学期 学完了多项式函数之后 就可以开始学 要学多长的时间 我个人认为18周是应该可以的 但是如果你拉长一点或缩短一点 看你个人的时间安排 跟你数学成熟的程度 每个人可以不太一样 所以微积分十集一 就是希望用多项式函数 当作一个具体的例子 从这个例子出发 把微积分里面几乎所有的重要观念 跟典型的应用 全都会出现 全都可以拿出来 就算你不知道其他类型的函数 如何做微积分 你也会知道 只要有一个函数 可以拿来微分 或者可以做积分 那它的意义是什么 不只一种意义 不只一种意义 它有若干种意义 那这些意义都可以 借由多项式函数 做一个具体的例子 来说清楚 但是在多项式函数的这个范围里面 有一件事情 其实可以说明 但是不能够进入大学的程度 那就是极限 现在你在网络上面 看到大部分的大学课程的微积分 大概都会讲极限 而且大概都会用epsilon delta 你目前听不懂也没有关系 反正就是严格的数学的这个形式来讲极限 这种说法就不是我的十级一用多项式函数可以说清楚 那么我在十级一的多项式函数可以让我的学生们了解 为什么数学家需要一个极限的符号 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个符号 没有这个符号我们就如何不能够说明一个观念 我们可以说到这里 但是不能够引出极限的逼近意涵 我们必须要脱离多项式函数 用指数 用对数 用三角函数都可以 我们一定要脱离多项式函数 才能够让读者让同学了解 为什么极限需要其他的技术来解决 简单说就是因为多项式有你们已经学过的 有于事定理 有因事定理 可以因事分解 那三角函数没有 指对数函数也没有 所以主要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我要到十级二 才能够真的把极限说清楚 而说到这里 其实就已经把我的高中的学生 假如看的是高中学生的话 就可以把各位带到大学的程度了 而且你这样带到大学的程度 比一般的大一学生的优势就是 你应该会比他们更清楚 极限到底是什么玩意儿 为什么我们要学这个技术 而且我们用比较长的时间 让我的学生熟悉这个观念的发展 因为我们是从浅的多项式函数 发展到稍微深一点 但是大家应该还算熟悉的指数函数和对数函数 所以我们会比大部分的大一学生 一开始碰到εΔ这个极限观念的时候 会多很多的观念 至少你会对它感到非常的熟悉 好啦那十级二什么时候可以用呢 像我刚刚说的 一定要学过指对函数 要学过三角函数 不然就太压描助长了 就是你连基本的指数函数不知道 那要学指数函数的微积分 那当然是太不应该了 所以只要在高二修过了指对函数之后 我们就可以自学这个十级二的内容 那在这边又拉近另外一块学习的目标 就是微分方程 利用指对函数呢 我们很方便的可以介绍 微分方程是什么东西 当然事实上我还是用多项式 来介绍了这个微分方程 模组那这要讲到这个架构的设计的一个关键词 是模组就是modulize 模组 那模组跟教材不太一样 差别呢就是我现在要跟大家说清楚 我在设计模组的时候 用模组的想法来设计这个微积分十级的时候 并没有预定排序 虽然数学的发展一定有逻辑 最夸张来说 你不会连加法都不知道就学成法 你不会连成法都不知道就学除法 大家小时候的应该都是先加减再乘除 因为为什么要先乘除 为什么要先学乘 因为除必须要先用乘 对不对 我们在写直式的时候一定要先会乘 就基本上学数学应该还是有一个次第的 但是当我们的加减乘除全都会了 当我们的多项式函数也够熟悉了 因式分解也有一点基本能力了 然后对于一次的直线跟二次的抛物线 你开始有点概念 这些基本的东西差不多摆好了之后 有一大段的微积分 其实没有严格的顺序 没有严格的顺序 有许多条路线可以进去 就好像你们爬过观音山 观音山一共有六条路 有不同的路可以走到山顶上面去的 所以其实的确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 绝对不是一个全面性的 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 可以实现我的理想 就是一支影片可以只针对一个学习目标 当看影片的人觉得你讲得太高了太深了 那当然就是我的影片不适合你嘛 那就请你可能要退后一点你自己想办法 或者他这细节不说了 反正在这个YouTube上面还是有一些机制 可以让他去看可能更前面的影片 那如果看了这个影片你觉得这个太low了 太简单了那你就 你就宁请高明嘛对不对 你就去更厉害的地方你也不需要 对这每一个产品都有他自己设定的对象是不是 好 所以他没有固定的排序 那这个没有固定排序的设计的理念就是 我相信 现在社会上绝大部分在学习的人 包括学生在内 可能已经越来越不愿意跟着课本的进度走了 因为搜寻实在太方便了 你可能从课本里面是学到一些关键词 在演讲里面你会听到一些关键词 然后你就上网搜寻那个关键词 你就从那个点切入 一旦你有兴趣 一旦你的兴趣你的学习欲望被燃起了 你就搜寻关键词从那个点切入 就开始学 然后自我教育 每个人应该多多少少都学会了什么自我教育 对不对 就是从你有兴趣的地方进去 然后自己找到不足的地方去把它补起来 那每一个人自己想办法找到 特别是建宗的学生 绝对是有办法 因为我自己小时候 如果有这种网路的设备的话 应该是做 应该可以学得很好 那当年我们只有图书馆的设备 用图书馆的这个 这个就是查那个书目 我们都已经可以类似这样做了 其实有的时候你是跟同学或者请教老师 学得一个粗略的架构 进入细节都要靠自己 一定是要靠自己的 那在靠自己的时候我们要自学 自学的时候就是刚刚说的话 不管你是个学生 还是你已经是个工程师 你是个会计师 在你的工作中 你突然对某一件事情产生了需求 可能在大学学过 可是早就忘记了 我在网路上面的 绝大部分的读者是这一类的人 他需要维基分 但他忘了 然后他们就根据他的需要 做一个搜寻 就到了我的影片来 所以我认为这种这样子的教学设计 对学校里面的课程 也许不那么直接的有帮助 但是直接有帮助的就是广大的网民吧 这样说好了 广大的在网路上面 设法要自我教育 要自我成长的那些人 好了 那每一个单元 刚刚说了 9到15分钟的教学影片 只有一个单一的教学目标 然后五题检测 等一下就有例子 对每一支影片 我设计了五个单选题 少数是五个简单的填充题 当然都是有客观的标准答案的 那些题目 然后使得看完影片的人 根据刚才那个影片的内容 就应该可以做的五道题目 做一个简单的检测 看你是不是真的了解 刚才的影片了 最后这也是曾老师事后也发现的 我在七年前就知道了 如果只有影片 其实学习效果还是不好 特别是学生 成年人只看影片是够的 这是我个人早就 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有这个感觉 成年人可以 但是学生如果没有一张纸打开来 看着的话 就总觉得心虚 觉得怪怪的 然后就是没有一个实在的东西 就好像 对就好像如果你买了黄金 存在存折里面 看起来就是怪怪的 最后你还是希望黄金能够有点重量 拿在你的手里面 这个文本就是你想要手抓得到的 比较具体的知识的内容 所以我也都为 基本上每一支影片都有一个简短的 我希望它都只有一页 但是常常会写到两页 很少会超过两页的 简易的文本 使得如果你有 所以各位同学现在手上拿到的那一册 除了前两页是目录 再来两页是简短的序以外 后面就是 就是就是一份一份的 这个 这个微积分十集的 十集一的影片 所对应的文本 那我刚刚说了 其实我在做影片的时候 并没有固定的顺序 起码 我不是按照一个固定的顺序 去拍影片 不是这样 我也不跟大家分享 我怎么样选择我要拍的东西 因为这实在也太专业了一点 好 但是我为了要编给大家看 所以我基本上还是自己把它排了一个顺序 但是我要一再的声明 这不是唯一的顺序 它是可以 有很多的弹性 可以重复的 不是重复 就是可以叫做什么 排列的 可以排列 因为顺序有关系 所以它是排列 所以这个模组的设计 它的一个主要的用意是在这里 它要适应新型态的网路学习的习惯 它要能够弹性的组成不同的课程 组成不同的课程 好 那课程 它要成为课程的话 对不起 重说一遍 它要成为课程的教材的话 那这一套学习的材料 这个维基分十集呢 就有一些缺点了 就有一些缺点了 其中第一个缺点 就是我刚刚说 它没有一个固定的顺序 假如你要变成课程 它就一定要有顺序 因为课程一定要有进度 第一周干什么 第二周干什么 它一定要有一个清楚的进度 那如果要把它串成一个课程的话 我的影片中间缺了一个 上课的老师很自然就会讲出来 但是影片与影片之间 就是不可能产生的那个连结 我叫它 姑且就叫它glue 交水 好 G-L-U-E 就是我们老师们上课的时候 不都是这样 这个很自然的就会说 上次我们教什么 各位同学你们这个礼拜交来的作业 谁做的好 谁做的不好 讲这个话都是在串起 过去一天 或者是两三天前的一些东西 接下来老师就说 那我们现在要干什么 或者顺着就是说 那谁做的题目不太好 那个作业做的不太好 是因为有一件事情 你还没有学会 现在我们就教这一件事 所以做老师的 要让这个课堂跟学生 跟这个教材之间 学生是活人 这个教材是死的东西 要让这个东西融合在一起 要灌注一个灵魂 我都是这么说的 要灌注一个灵魂 在这个课堂里面 他就是给了glue 不然的话 你们就自己读书 第一页完了看第二页 第二页完看第三页 第一章看完了 就做第一章的作业 每个人都可以自学 来学校有老师 最主要的差别 就是有一个灵魂 可以把那些死的教材 一片一片的教材 给他有机的串起来 而且老师面对着学生 会可以因为 学生突然临时发生的状况 或者这一班学生的特色 像建宗的学生 也许就可以跳过 其中几页不交了 或者一共有十题的作业 在课本里面 老师就会说 前面八题都太简单了 你们自己做 对不对 然后我们做课本上的两题 老师再另外发 比较有挑战的五六题 给你们带回去做作业 这就是灵魂 这就是一个老师 根据这个课堂的特色 会把教材做一个灵活的运用 这种事情 当然网路上面的影片 同样是死的教材 网路里面 那个影片看起来有人 对不对 有声音 但是你们应该了解 我说的话 那是死的 对 那个人听不到你的疑问 那个人看不到你脸上的表情 那个人不会对你任何的想法 有任何的回应 对 所以而且 如果当年我在那边讲错的话 这个影片就永远讲错在那个地方 所以他就是死的 虽然他看起来有一个人在讲话 他是死的东西 所以要把这个死的东西 编到课程里面 我们真的需要老师 我们真的需要老师 所以这有老师还是最幸福的 比这个退而求其次 才去找一个适合你的 网路学习的教材 所以我们这个课程 如果想要进入高中 我的理想 当然它是选修 它不可能是必修的课 所以我的理想 也就是今天录影的原因 希望它变成一个选修的课 由老师负责 对老师来说 用这个教材的好处是 你只要串场就好了 大部分的内容 这个教材应该还好 还可以 我觉得还行 应该学生可以自己读得懂 可是老师要把它串起来 为什么用这个顺序 那我们上个礼拜的重点是什么 然后上个礼拜 有的时候跟学生统整一下 上个礼拜我们学了 比如说 多项是微分的最基本的公式 然后比如说线性的公式 这个礼拜我们要多做一些 比如说惩法律 除法律 连锁律 对不对 Chain Rule 然后就跟学生说这么一下 然后就说 那一共这个礼拜有六支影片 大家就开始做 只要这五六分钟的一个解释 其实就会很不一样 对学生来说 会是很不一样 所以要把前面说的 维基班实习这个学习材料 变成课程 第一需要的就是 有老师把它重新编去 有老师有机会 不管是在现场 还是用视讯 或者专门为这一班 做简短的录影都好 把这个教材串起来 给他注入一个 跟各位同学 有互动关系的一个灵魂 再来呢 这个所有的课程都一样 要有习题 习题不等于作业 作业是要交的习题 就是 可能我们应该提供 50题习题 然后老师说不定勾个20题 然后同学要交上来 那要交作业的麻烦就在 谁来改作业 对不对 所以 这就是网路不可能做的事 所以要变成学校的课程呢 要有人改作业 那如果要 check同学有没有按部就班的 一周一周的学过来最好要有小考 这个大家都不用我多说 你们都有经验 没有小考你渐渐就不读了 对不对 自主性就不太强 对不对 所以每两三个礼拜考个小考 包括在大学是这样的 我们就一个学期排了六个小考 三个段考 跟高中生差不多 我们对付大一的维基分学生 就跟 对这个高中生差不多 好啦 这刚刚也说到要考试 考试谁来兼考 对不对 我们现在应该没有人相信 回家自己写数学考卷的考试 对不对 没有人会相信 好 你要兼考 谁来兼考 然后考完了当然要改考卷了 谁来改考卷 所有这些问题 都是你要把一个网路教材 变成学校课程 一定要克服的事 那我后面 就来说那我有一个例子 我用这个例子呢 做了一个虚实整合 web 3.0 虚实整合的高中课程 那这个课程 我们还希望给学生 给这个修课的同学 有更多一点点的这个胡萝卜 放在驴子的前面的胡萝卜 就是这是一个中央大学的课 中央大学数学系开的正式的课 教育部认可的 所以我们是可以发学分证书的 虽然各位同学以后 比如说到了台大奠基 你可能也不太在乎 拿中央大学的证书出来到台大去 去要一个学分那就算了 但是到其他的学校去 我觉得这个 至少如果到中央大学的话 这一定是可以换两个学分的 至少在你还没有进大学 要拿出一个历程档案的时候 这会是一个非常非常强的历程档案 你拿到中央大学两个学分的一个学分证明 还有一个就是成绩单 所以这一份就是我的先修课程的编续 那这张网页就像刚刚说的 我把它排成18周了 那么每一个大家看到这边可以按的呢 按下去就是影片 然后右边那一栏写的时间 就是那支影片有多长 然后有两个叫专录 就是第一支跟第二支影片 那是民国一百... 就是今年 为了今年的课程 在我的电脑前面 对今年的高中生 高二的学生 修这个课的高二学生 说了一些话 然后呢 这个 你看到最左边的一二三四 就是指我排序的第一周第二周 然后里面在第二行 第二栏就是编号 一二三四这么排下去的这个编号 那我大部分是使用了维基分十集一的教学内容 应该说教学的材料 学习材料 但是你也看到有一些不适 因为我有的时候会抓别的东西 因为维基分十集可能漏掉了一些很细节的事 或者是漏掉了一些应用的问题 并没有在维基分十集里面并没有 并没有纳入很多很多的练习题或者是应用题 那这时候就抓其他的影片来塞到这个地方 然后您会看到右边有这个可以按 这倒是我可以按一下 我今天不打算播任何影片 因为不想累你们 对不对 影片都是你们自己看就好了 好那看完影片之后 这就是你手上已经有了 就是某一份讲义 这个讲义呢 如果你就是看影片的时候 我刚刚说很多人就希望有一个实在的东西抓在手上 比较有感觉 那你就把这个抓在手上 可以对照一下影片上说什么 然后影片上面出现的公式 那就在这里面有 就在这里面你就会看到一些公式 或者影片上出现的计算过程 那在这个纸本里面当然也有这个计算过程 这里你会看到其实它应该是综合处法 但是我排版的功力有限 所以综合处法那个横线我没有画出来 不过等你学到这边应该都看得懂 它就是综合处法了 对 好那在右边就是刚刚说的五级检测 OK五个检测 那五个检测呢 你是不是看不清楚 长得像这个样子了 好不好 比如说以致f'e等于2 试问三倍的f of x 在x等于1的导数是什么 对 这个教材都是用中文写 我有中英对照 就是当我说中 当我说一个新的观念的时候 在影片里面 我很自然的很习惯的 就会说英文是什么什么东西 英文怎么讲 所以我会讲出来给你听 那在文本里面也一定会打一个括号 把主要的这个概念的中文对照到英文去 但是为了要适应所有的这个学习者 所以我基本上这一套教材是全部用中文 繁体中文写出来的 那后面就是就像这样吧 最后一题 理论上我出的第一题应该最简单 第五题应该对这支影片来说是最难的 难到什么地步应该也很简单吧 试问x三次方-x平方在x等于1的导数是什么 就是唯分是什么 如果你还没有学过 你当然现在不会没有关系 但是我相信如果你愿意看的话 可能两个小时之后你就会了 一直一直看过来 当然你们看影片一定都有比我更多的技巧 你可以用跳的对不对 你可以快播两倍数 因为我讲话有点慢 录影的时候更慢 因为我希望大部分的人都可以听得懂 所以你可以自己1.5倍数或2倍数的播放 这我相信不用我多说 这个教材就一直到多项式微积分的结束 是到第14周 第14周的最后一支影片是第70号 写的是球的表面积 差不多到高3也是到这里 就是切片积分法旋转体 其实如果你跟着这个教材 在高1下或高2上 你基本上已经学到高3选修夹 当然选修夹有很多更有挑战的题目 我们的教材向来不以挑战题目为目标 都是讲最四平八稳的最基本的题目 好 第15周期就带着同学学指对数函数 那我知道有一些学生可能 学这个教材到这边的时候 还没有在高中真的学指对函数 所以我们的进度比较慢 我们是从这个A 大约2.7183的 那个无理数的常数 从那个常数开始说起 而且我刚刚说过 学到这里的时候 你应该已经学到极限的概念了 但是没有学到 但是教材还没有教极限的计数 这么说 那这里为了要讲那个A 这个就是欧拉常数 为了要把它讲清楚 我们需要一些这个数值方法的计数 好 然后最后到第17周 叫做反比函数的微分 意思就是x分之一 反比函数 x分之一的积分和微分 对我刚刚口头上讲错了 第86支影片是反比函数的积分 不是微分 你可以看第18周 为什么摆了这么多东西 那是因为经过两三年的实行之后 我发现要把18周弄完 好像大部分的高二学生 还是很困难的 比我想象的 就是我的教材 还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简单 所以这两年都这样 修这个课的学生 秦末号考到第17周 第18周就是给更厉害的学生 行有余力的学生就自学第18周 考试只考到第17周 那考试呢 我刚刚说过 在校的老师要帮我出至少一次段考 你可以考一次也可以考两次 那那个段考呢 我就信任在校的那一位高中老师了 那个老师自己命题自己改考卷 但是按照我在中央大学教书的习惯 我一定会亲自负责秦末考 包括这一个网路课程 这个网路课程在几所高中实施 那我就会拜托这几所高中的协作的老师 帮我兼考那我会把就是每一个学期 我会自己出一份秦末考卷 然后在场的老师帮我兼考 然后考试时间100分钟 结束之后就把考卷放到信封袋里面 挂号寄回中央大学 我会在三天之内改完 然后高中老师会把平时成绩通通寄到我这边来 然后我就给一份秦末成绩 那至于这个秦末成绩的这个表现如何 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网页 后面有一些说明 最近几届的说明 其实这个通过率也都差不多一半多一点点而已 这个也不是说来修这个课就一定可以轻松的过 当然这压力还挺大的 因为同学都还在高中 所以在高中还是有秦末考 还是有数学课还是有物理课 所以那些课还是你们自己要去注意的课 所以就在自主学习的其他的课语时间 来进行我们这个维席分先修的课程 然后也是在利用那个自主学习的时间 我请在高中里面帮我代课的高中的老师同仁 帮我们处理这个作业跟考试的事情 好 关于这个练习的题目 我刚刚少说到一件事 其实刚刚说了每一支影片我只出了五题而已 这显然是不够练习的 真的要在学校的课程里面学习的话 这是不够练习的 那怎么办呢 其实我们现在有一个网络平台是可以搭配的 那细节也不说了 在那个平台上 有一万题左右 那一万题跟我刚刚说的 十八周的课程能够对应起来的 应该也有个一千题吧 一千题到一千两百题 而且它就没有改考卷的问题 因为它是网络平台 那你就是学生自己做 做完了自己看到 自己看到结果几分 那过去的几年 我的答案有错 题目有错的 应该也都被揪出来了 那有人揪了我们就改嘛 对不对 所以经过了几年之后 我想也蛮稳定的 没什么错了 那学生自己做 然后这个电脑自己登记成绩 那这都是我们双方都会方便的事情 接着刚才说的那个我们的简单版的序 到了第二节 第二段是学习理念 关于学习数学的理念 那其实说起来 我觉得应该可以说蛮多了 但是今天是简单版嘛 我就只说最核心这件事 就是数学要加上电脑 数学加上电脑的效果 就是升级我们每一个人的大脑 否则的话大概我们也很少人可以 像曾老师那么聪明 很少人可以背非常多的东西 以前只要你背得出很多很多 比如说二十五史你可以背起来 那你那大概就是人家就认为 你是院士级的这个历史的院士级的人物 那现在大概不这么认为了 是吧 那以前你可以心算很快 当然数学家还是有心算非常快的 但事实上数学家也有心算非常慢的 而且在世界上很受尊重的数学家 不过过去你只要心算很快 大概是非常受尊重的 没错 那但是现在恐怕也不至于了 虽然大家还是会认为心算快的人 蛮不错的 但不会把你视为天才 或把你当神一样看 好了反正就是这个资讯科技 是堵足我们的大脑 大脑基本上干什么 当然第一是记忆 虽然我可没有说记忆不重要 我一向在公众场合都说 记忆是最基本的 我们人如果没有了记忆 就是老人失智以后 说不定我们大家将来都会碰到这种状况 你对这个世界来说也就差不多 就等于已经结束了 对不对 一个人没有记忆 大概这个人就算结束了 所以记忆真的是代表我们的存在 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 比这个身体还要更核心 更怎么说更真实的一个东西 所以记忆当然是重要 记忆我们大概也知道 不是靠心不是靠肚子来记忆的 对不对 就是大脑 再来就是推理 推理的最基本最基本的 一个简单的推理 不过就加减乘除 加减乘除是个推理吧 没错 那当然将来还可以 心算一些微分跟积分 但是如果没有这种工具的帮忙的话 就像我们如果没有这个这个起重机的帮忙 如果没有汽车摩托车跟飞机的帮忙 我们的身体能够抓起来的东西能够移动的速度 大家都知道是很少的 所以以前这个这个可以说工业革命或机械这个的发展 使得我们有一些工具可以突破我们的体能 我们的体能physically的限制 现在这个工具 其实在半个世纪以前就被很多人看出来了 它就是大脑的工具 以前我们所发展的工具 几乎没有可以帮助大脑的工具 现在这个工具就真的是为了大脑 增加记忆 增加记忆 加速推理 就是这两件事情就是大脑本来该做的事 但是有了电脑这种工具以后 所以翻译成电脑其实还是还是挺好的 就是人脑的两大功能 它可以分摊 分摊一些去做 所以民国69年 刚刚前面有说 我是66年进建宗的 69年的春天 我是高三的学生 那个时候我们是先填 先填志愿再考试的 填志愿之前很多学校就来宣传 中央大学的数学系 就在那个时候到建宗来宣传 来的其实也是我的学长 你们的老老学长 这一位华阳教授 他就进了我的班 我还记得我是三年十九班 就在我的教室里面 我一二年级是八班 三年级重新编班 编到十九班 就对我们讲中央大学数学系的特色就是 数学加电脑 数学加电脑的意义 这写在序里面的 我觉得这一段话 我现在觉得我写的还是不错 所以我全部把它抄上来念一遍 善用电脑可以让大脑学会更多数学 不用电脑的话 很多人学某些数学就学不起来了 也许不包括各位同学 但是你们用整体的国民来想的话 有了电脑以后 整体的国民能够学的数学 应该会变多 然后也让人因为有电脑帮忙了 可以学更多的数学了 所以我们就能够用数学 来解决更多的问题 在能够闲熟的操作电脑的前提之下 我们并不是就不需要学记忆了 也不是不需要学数学了 我们还是需要下功夫 学习数学的概念 但是我们可以花更多的时间 去把这个数学概念学得更清晰 另外一方面 我们可以花更多的时间 做更多元的应用的练习 以前我们可能看不到数学的应用 因为没时间 现在有了电脑帮忙 我们可以省出一些时间来 多看一些应用 多了解一下 数学可以用在生活的 或者文化的 科技的更多的方面 我们仍然需要心算 我们仍然需要比算 我们仍然需要 真的是需要 闲熟的计算 但是它的范围就变小了 以前没有电脑的时候 我们做一个好的数学家 好的工程师 或物理学家 我们需要一个很大范围 可以精熟的计算 或者精熟的记忆 现在这个需要精熟的范围缩小了 缩小成什么东西呢 缩小成我们在学习数学概念 比如说从加减乘除到代数 从解方程到方程式绘图 从方程式的概念到微分跟积分 这一步一步上来 我们学习这些数学 一步步学这些数学的概念 一定需要心算 各位同学 如果在教室里面心算慢 应该可以感觉蛮痛苦的 特别是建宗的老师 讲得很快 然后他写一个等式 心里算了三步 就写下一步 他中间说不定跳过了三步 如果你跟不上的话 那数学课就跟不上了 这就是需要心算的地方 心算跟比算仍然是需要的 但是范围缩小到 为了能够流畅的学习 下一个学习目标 你必须要把 在那个目标以前的先辈知识 所需要的数学的运算 或者是所需要的英文的单字 跟片语 所需要的化学元素的符号 跟原子的性质 这一些基本的东西 还是要背得熟 只不过范围缩小了 那么剩下的那些需要蛮力的 或者需要记得特定技巧的 那些计算 比如说现在可能不流行了 但是以前我们有非常非常多的 三次四次五次六次多项式的 因式分解问题 常常那些问题有一些特定的技巧 要记得要看出来那个形式 然后知道插一项 补一项加一项减一项 要用这些技巧 那还要背很多很多 已经因式分解的那些公式 我们可以做 那这些要背的事情 没有人背得赢电脑的 我相信现在也没有人想要挑战 背得赢电脑这件事 那些事情我们就全都转交给电脑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善用电脑 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了电脑来帮助 跟数学一起 帮助我们的思维 帮助我们的记忆之后 我们所有人 不管原来有多聪明 或者原来有多么受到限制的人 全都可以升级我们自己的大脑 当然聪明的人升级的更多了 但是就使得这个整个社会上 能够从事创造性的工作 能够从事这个知识经济的创造 的人数的百分比 就会提高了 以前也许我们这个社会 只有40%的人可以乘坐 可以做这个知识经济的工作 但是升级了我们大脑之后 如果我们这个社会 可以有75%的人 能够做知识产业 那这整个社会就渴望 能够在保护环境 使得我们的环境 能够恢复到五六十年前的 好的空气好的水的前提之下 维持我们的国民生产毛额 维持我们的国际上面的竞争力 维持我们的护国神山 也可以这么说 其实当年数学加电脑 升级大脑的这一位领导人 还不是华阳 是他的老师叫王久奎 现在还在 那是 其实各位同学一定不认识 就说他的一个 一个在台湾很有名的一个title 好了 这个曾老师应该也知道 他是台湾第一个数学博士 应该说第一个回来台湾的数学博士 这边一位前辈 很荣幸的 他在中央大学 他从中央大学退休了 当然他待过台大 待过清大 最后到了中央大学 他到了中央大学提出这一件事 所以这个前辈真是很了不起的人 他是一个最早以前在整个台湾来说 最早以前到美国去读了一个数学博士回来的前辈 但他并不会说他要固守着数学 他也是一个思想非常灵活很开放的一个长者 他会说不要再死守着数学了 特别是如果学数学 每个人可能都有一个天花板 把电脑拿进来 那个天花板会提高 你不能说可以解决所有问题 不可能这样 但是一定会提高 使得我们能够学会的数学变多了 能够掌握去解决问题的数学也会变多了 那么接下来呢 在这个中央大学数学系 就接着有谢冲志 陈鸿毅 黄华明这些都是我的前辈 在他们之后 正好我读完博士的时候 这也是命中的安排 我读完博士的时候 正好就是华阳做了系主任 所以他就把我拼进中央大学了 现在中央大学 我顺便好像在做招生宣传 现在中央大学真正是分大学部 就分两组 研究所早就有两组了 我们有一组是计算科学 计算资料 应该说资料与计算科学 另外一组就是数学科学组 虽然名字叫数学科学组 但你也知道意思就是 比较传统的 比较纯粹的 比较硬的数学 也不能说计算科学是软的数学 对不对 绝对不是这样 只不过我们用的工具 用的比较多 比较愿意要活用工具 比较愿意要让电脑 加上数学的能力 然后配合我们大脑的功能 一起来解决问题或者是创造新的知识 创造新的技术 我有蛮多现在三四十岁的同事 现在都在这一行里面 而且在台湾数学学会里面 蛮受到肯定 真的我就在顺便做招生宣传了 好 善用电脑 所以在我这个维基分十集里面 不是说这个地方你可以用电脑 然后想到这边说这个你可以用电脑 不是这样 我真的把电脑的操作 跟用电脑来解决一些典型的问题 当作教学目标 所以我真的有几支影片 就是打开电脑 录这个电脑的软体 给我的读者看 怎么样用这些 就怎么样输入指令 怎么样有效率的操作电脑 所以在我录影的时候 最适合的软体还是它 Maxima 它是MIT 这个不用解释 MIT 这个开放出来的一个开源软体 它很老很老 你或许会认为 这么老的软体还有用吗 事实上 那么老的软体 1968年 那么老的软体 其实还是非常有用 你不要小看这件事 你为什么 为什么可以不要小看这件事 1969年就是阿波罗13 登陆月球 现在已经快要半个世纪过去了 就是半个世纪过去了 1969年 其实美国 苏俄可能也一样 那时候苏联 科技的程度是相当高的 1969年出来的 Maxima这个软体 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CAS CAS可能需要解释一下 你们自己在笔记上抄一下 Computer Algebra System 电脑代数系统 就是它可以做什么 刚刚我说 以前我们小时候要挑战 三次四次五次六次的多项式的因式分解 所有那些问题 它都可以帮你做 所以它可以做符号的计算 它可以做多项式的因式分解 那不是很厉害吗 你可以输入给它一个函数 叫它做导函数 它可以做微分给你 然后你输入一个函数 叫它做反导函数 只要是存在的 它就可以做出来 它可以用代数符号 就是用函数符号 或者是说方程式符号 它可以做这样的计算 不是用1234 这个数目字来做计算 这个叫电脑代数系统 那Maxima 是MIT 开放出来 捐给社会很了不起 的一套软体系统 后来出名的两套CIS系统 一个叫Maple 一个叫Mathematica 其实都是用MIT的Maxima做核心 直到现在还是有一些热心人士 在维护Maxima 然后使得它只要有新的电脑 比如说这个 反正就是微软 或者是Apple 出了新的主机 出了新的作业系统 就会有热心人士 把Maxima的操作界面做一点改良 然后就让它可以上到新的电脑上面去 那我的手机 我是用安卓的 我的手机也有一个Maxima版本 但是我觉得它实在是太难用了 所以Anyway 如果你要用手机的话 我倒是推荐这个 Wallframe Alpha 这是一个网路版的APP 所以我相信两大阵营的手机 都可以安装这一套软体 当然现在如果以函数或方程式图形 画图的话 我认为最好的软体是Decimals 很可惜 恨不相逢 对不对 就是我当初在做教材的时候 还不存在Decimals 所以当时我的教材里面很少用Decimals 只有在比较晚期在录的一些才可以用Decimals 我知道许多老师会跟你们用GGB 它也是很好的东西 但是GGB用CAS的眼光来看它的功能赶不上CAS 用绘图的眼光来看 GGB又没有比Decimals方便 它又太复杂了 所以我就没有写在这上面 所以如果纯粹为了观察图形 我认为还是推荐Decimals 如果你要真正的做 乃至于是几率统计的 微积分的代数的运算 真正要做符号上的运算 这两个软体 如果你愿意付点钱的话 Maple跟Wallframe Alpha 应该是功能最受肯定的 最完整的软体 现在在我的教材里面 因为我不能要同学花钱去买东西 而且我也不像对中央大学的学生 我们可以安装软体在学校里面 对网路上的学生不能做这件事 所以我用的软体还是免费的 一个就是Maxima 一个是Decimals Maxima在电脑上是需要安装的 但我相信 我也录了一支影片说怎么安装 但是我相信各位 网路时代 电脑时代出生的 你们这一代的小孩子都不是问题 随时就做好了 关于创新教学的设计 我要说的真的是足繁不及被宰 这不是我自吹 我是非常有信心 这个很多很多的小的细节 的这个创新真的是 没办法一次 就说很多也说不完 因为我花了三年 在以上 在这件事情上 而且对大部分初学的同学 你也看不出来 因为你也没跟别人比较过 你也不知道这个地方有 很了不起的一个创新 那在我的这个观看影片的网友里面 有一些可能也是数学教授 只有那些人会 有的时候碰到那真的是知己了 碰到那些人 他真的会留言说 这了不起 就是这个东西 在所有人交维积分都没有想到 可以这样做 而且他真的把所有人的那个教法 直接降低了 从这个高维度降低到一个维度 就可以解释 像这样子我自己觉得很骄傲的 很自豪的事情 很可惜也不能跟你们分享 因为你们还没有学 你们不知道我在里面做了什么 那所以说初学者是没差的 那这一些我就截录了一些 现在也不太有时间不看了 对那些已经学过 重新回来的人 他是有感觉的 他会可以比较 就是他以前学的 跟现在看到我写的东西的 不一样在哪里 另外一个理念是 数学要把它当个像语言一样 就你学会了数学 你是学了一套跟自然现象 跟所有可能的自然现象 和被数量化的社会现象 你可以跟他沟通的那样的一个语言 语言就是你要把意思表达出来 你要听懂别人讲话的概念 语言就是要这样 数学就只要你牵涉到数量型 其实就是数学这个语言 用这个语言可以告诉别人几率 用这个语言可以吸收别人 告诉你的统计 用这个语言可以讲 自然界的两个量之间 可能有一个正比关系 正比关系你听起来是很low 国中一年级教的 到了维基分厉害的就是 一个量他自己的变化率 可以跟他自己在那一刹那的量 成正比 也就是正比关系不是两量 单纯的关系 可以是两个量再配上他们的 微分之间的正比关系 这就是了不起的事 这样出来就是微分方程就出现了 而用刚才那种正比关系 写出来的微分方程 就是最主要的一类型的数学模型 你们很可能在老师那边 已经听到数学厉害的 就是为所有可能的现象制造模型 制造一个可以模拟他的两量 或者两个量以上的彼此之间变化的关系 那样的关系基本上就是 不能说全部了 基本上就是用微分方程写出来的 好 这也是我的刚刚说 他有新旧两版 这两版都被观看超过十万次 数学作为一种语言 我后来有看到那位台大的齐教授 他的微基分的第一堂课 我很高兴他也是用这个方式来讲 他也在解释 Calculus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 它是个小石头的意思 它的复数是不规则变化 Calculi Calculi 你去查字典 它的第一个主要的意思是什么 深结石 膀胱结石 就是那个小石头 为什么所有的微基分书都没有写三个字 都写一个字 然后写个小石头 为什么是这样 我已经在雷你们了 自己去看影片 看我的或者齐振宇 不是齐振宇 齐什么 齐振宇 齐振宇 他的第一堂课 也这么说 就是一个破题 为什么微基分叫做 Calculus 给你一个破题 其实那个陈 我忘记后面名 他讲的高维 台大的教授 他讲的高维 那支影片真了不起 那支影片被看一百万次以上 他在说数学的哲学的时候 他也提到这一件事 跟我们要说 维基分的道理很像 但他讲的是高维 所以他讲的层次要再高一点 基本上就是个演算法 就是一个很特别的计算方法 好不再说这里了 那再下一个第三个理念 第三个创新的地方是 我要拉回到17世纪 我要拉回到维基分刚刚诞生的时候 我要说他是天然的 就没有经过太多人工修饰的 天然的 纯粹的 纯朴的 微基分 用英文来写 Naive Naive Calculus 他可以自然的衔接到高一 这是我们刚刚已经说了好几次了 其实回顾一下下历史 我知道我们自然族的同学 不太爱看历史 但不一定 好 反正 从坐标几何 就是所谓坐标几何 就是你画了一个直角坐标系 然后一个方程式 比如说 比如说2x加3y等于1 它可以对应一条直线 比如说x平方加y平方等于4 它可以对应一个圆 像这样子 这叫坐标几何 有坐标几何 几乎就立刻有维基分 坐标几何出于迪卡尔的这一本书 这上面写的1637 出于这里一本书 那维基分还不是诞生在这本书 但这本书已经把维基分 提高到一种层次 可以去解这个用万有引力的原理做一个模型 可以去解释天体运行的原理 所以这本书用中文翻译 下面就是牛顿 上面是迪卡尔 牛顿这本书的中文就是 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 它的数学原理就是 简单说就是维分方程 写成的这个模型 你看看这恰恰好 50年 真的这不是我们编的 这是历史的事实 前面那一本书出版在1637 后面那一本书1687 只有50年 只有50年 所以50年其实很短的时间 而且要想到那是17世纪的50年 所有事情比现在慢很多 不像现在的50年可以这个电脑可以改两三代的 的这个内容 那其实要跟你们说 其实根本就不到50年 你们应该了解 如果没有直角座标系 就没有方程式图形 没有函数图形 那你就不用谈函数图形的切线斜律 就没有那个东西嘛 对不对 就不可能有维绩分 所以如果没有直角座标系 根本不可能有维绩分 所以一个人一定要先学直角座标系 才可能学维绩分 好 那这两个人花多久的时间 1662年牛顿在剑桥的时候 跟他的老师 跟他的教授 Isaac Barrow 从他那边听说 Isaac Barrow 买了刚刚的那一本书 然后自己学会了 然后告诉牛顿这些事情 可能牛顿也抄了笔记 这不知道 带了书回去 回到家里面 两年的时间 就像类似现在 那个时候也是一个大瘟疫 所以他们通通从学校里被赶出来回家 他家在乡下 到那边去隔离 就在那两年的时间 他把维绩分做出来了 所以你看1662年 他刚开始学直角座标系 1669年他回去剑桥的时候 带了一大碟的笔记本 给他的同学 给他的老师分享 他发展出这一整套的维绩分 他的老师震惊到什么地步 这也是我们数学界很美丽的一个故事 你们大概还没听说过 Isaac Barrow 因此辞掉他的教授职位 跟校长说指定要换这个学生 要换他的学生 接他的位置 因为他看了这个学生 回家隔离两年 带回来的笔记本以后 彻底的佩服 彻底的知道这个人将会是改变世界的人 他马上就走了 他不是65岁 他40几岁 他马上就退休了 然后就换他的学生 就马上成为剑桥的一个教授 就是牛顿那个时候只有30岁吧 对不起 他是1642年生的 他只有27岁 我的天啊 好我还没有想到这件事 另外一个发明维绩分的另外一位天才 叫莱布尼兹 莱布尼兹他小时候主要学的是法律 哲学 有关文史哲的事情 当然他会加减成熟 这是肯定的 他有一些基本的小学生该知道的数学 那是一定的 但他没有认真学过数学 不像各位同学有学高中程度的数学 他没有 到了巴黎的时候 认识当时最重要的 在欧洲大陆 不是英国 在欧洲大陆最重要的一位 物理学家兼数学家 惠庚斯 他是荷兰人 惠庚斯跟他交友之后 就变得 从朋友变成老师了 惠庚斯教他指角座标系 惠庚斯是跟另外一位教授学的 但惠庚斯是当时最厉害的数学家之一 他亲自教了莱布尼兹指角座标系 那已经到了1672了 其实牛顿已经做出维绩分了 但是欧洲大陆人不知道 只有牛顿最亲近的老师跟朋友知道这件事 所以那时候别人都不知道 所以惠庚斯在1672年的时候 教莱布尼兹指角座标系 相当于我们现在在国中一年级学的那个东西 只过了几年 12年 1684年 莱布尼兹在正式的期刊上 发表了世界上第一篇为分的论文 我想也就是这一件事惹恼了英国人 他们从那时候起就一直在说 莱布尼兹是偷的 是抄牛顿的 用现在的眼光来看 确实他是慢 确实在后面 但是其实没有证据显示 他真的知道 这个牛顿做了那件事 然后把他抄袭了 因为他们两个人的思想的方式 跟解决问题的手法 是非常不一样的 好这件事可能同学也不在乎 我想说的是 你再回去看一下 一个人是7年 另外一个是12年 相当于从国中一年级 学了指甲做标系 这么多年 经过这么几年 就自己发明维基分 不是学维基分 是自己发明 虽然这两个人是天才没错 但到底能够把维基分 变到多难 其实一点都不难 是很天然的 是很纯洁的 我刚刚上一堂课说的 现在的大学维基分要讲极限 极限就要用εΔ 那是19世纪 那是1840年的事 这是1680左右 那是1840 中间已经隔了100多年 简单说就说200年好了 是200年的发展 用后见之名来说 维基分应该如何如何 他就变难了 确实就变难了 确实就变抽象了 但是当年在这两个人的手上 维基分是很可爱的 是让人看得非常兴奋的 甚至于可以说会笑出来的 因为实在太美妙了 太巧妙了 好 那我们高中一年级的下学期 开始的学生 完全具备了当年 莱布尼茨跟牛顿的基础知识 除了你没他聪明大概 我们大概比不上他们聪明 但是基本上他知道的 我们也都知道了 知道什么 知道直角坐标吗 知道对X轴的对称吗 对Y等于X这条直线的对称 你们都会吧对不对 那个坐标怎么变换 对不对 旋转90度 坐标怎么变换 对不对 点斜式 我们都会嘛 是不是 多像式函数的图形 你看他们都没有decimals 他们还是可以想象 多像式函数的图形 是什么样子 除法原理 因式分解 他们都很厉害 他们都会 但我们还多会他们一招 他们两个不知道 是我们有一个叫勤九勺的人 这个北南宋的末年 勤九勺 他做了一个叫做 我等一下就说老九变换 就是综合处法做一个变数变换 你们在高中可能学了这个内容 但没有学为什么 当年想干嘛 当年要用十分逼近法 求解多像式 方程式 多像方程式 的数值解 数值解 比如说这么简单的 开二的立方根 要解的就是X三四方 减二等于零 然后大家都知道 你就试试看综合处法 用X等于一二三四下来排 大家都知道了X是一点多 那接下来他就要做老九转换 我就解释一下 老九转换的意思就是 做连 做这个迭代的综合处法 然后你就可以把X三四方减二 变成X减一的多像式 X减一的三次多像式 为什么减一呢 因为刚刚知道X是一点多 如果减掉一以后 他不就是零点多 也就是整数部分你求完了 现在我们想要求十分位 小数减一位 那怎么求小数减一位 当然我们现在可以有小数记号 但是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的华人 还不知道小数记号 所以他做一个变数变换 他把X减一换成十分之X 经过这个变换以后 新的X就变成 就是那个本来的十分位 现在变整数位了 就是1236789的其中一个 所以你现在要做这个十分必进法的范围 就变得很窄 你只要试12356789就好了 你不需要试到10以上 因为你已经确定 你现在就是要求十分位的那一位数 它只会是012356789的其中一个 经过这个变换以后 就产生一个新的三次多像 三次方程 后面呢 你就用三次方程 用带进去综合书法你们都会嘛 除以1试试看 但是显然超过1 你就带2试试看 得到负的余数 带3试试看 变正了 所以你知道答案就在2点多 整数位是2 这就知道了 但是 你再回头去把这个2的这个 综合书法的这一步呢 继续做完 把它迭代做完 于是你就把刚刚的那个多像 刚刚的那个多像式等式 就换成了一个新的x-2的三次方程 是x-2这个式的三次方程 然后再做老九变换 就是把x-2换成十分之x 重新整理一下 你又得到一个新的三次方程 依此类推 你这个新的方程的目标 就是求百分位 刚刚我们说的小数点下 第二位 就是就可以把它算出来 所以这是当年 为什么综合书法会产生 会发明的一个想要解决的问题 但是呢 不久之后 也不是不久了 过了五百年之后 牛顿从维芬的想法 又回到了刚刚的秦九韶那个形式的多像式 但是后来我们叫他泰勒多像式 虽然这种形式的多像式 在西方还是牛顿自己发明的 泰勒是牛顿最后一个学生 所以为什么我们叫他泰勒多像式 他明明还是牛顿的 那是因为泰勒把他第一个人写了一本书 出名了 所以今天就叫他泰勒多像式 其实还是牛顿 那牛顿从维芬的眼光 重新发现那个秦九韶多像式 也就是泰勒多像式 但是一个关键是 当初 这已经写在这里 当初为了要解一个三次方程 习惯上是酱密 我们在高中都写酱密 但是换成泰勒以后 就要写成生密 因为这个观点改变了 以前的观点 这就是一个代数式 并没有global 就是大域的图形 或者局部图形的概念 但是换成生密以后 你要跟着改一个观念 就是我只管二的附近 就是局部 我只看二的附近 只看二的附近 这你们一定都学过了 如果x很靠近二的话 平方跟立方可以忽略不计 所以就说 这个图形在 这个多像式函数的图形 在二的附近 几乎就是它 它就是点斜式 它就是点斜式 换句话说 多像式函数的图形 在任何一个参考点的附近 都像一条直线 这就是开始了 这就是从解析几何 到微分的 那个观念的发生 任何一个 将来要说 任何一个可为的函数 可以为分的函数 它的特征就是 那个函数的局部图形 就像一条直线 所谓为分 就是算出那个 直线的斜率 因为我要一个直线 直线就是点斜式 那如果已经有 这个图形上 已经给了一个点 那剩下就是斜 你就缺斜 你能够拿到斜 这个直线 或者那个切线 的方程式 就写出来了 所以就有一个很巧妙的算法 就是刚刚说的 Calculus 就是那个很巧妙的算法 可以让你很轻松的 把切线斜率算出来 这就是微分的 这就是微分要做的事 所以切线跟微分呢 就是从局部的图形 向直线这个地方出发的 那这是当年17世纪的事情 但18世纪末 19世纪出的时候 一个叫Lagrange的人 不知道你们在学 差十多像是的时候 已经没有他了 好Lagrange 这一位数学家 当年就希望 用这个想法 作为微积分知识的基础 他失败了 他没有成为主流 因为后来是柯西跟这个 跟你们说这个没有意思 反正主流呢 现在的后见之明就知道 后来成为主流的就是 Epsilon Delta 以后你们 只要在理工 你一定会碰到他的 总有一天碰到他 但是那个东西 就是我刚刚说的 他就是男 他就是门槛很高 他就会使得很多人 在还没有看到 微积分多可爱之前 先被吓跑 就是定金一大堆了 你就没有钱可以下定了 或者是 换这个比喻比较好 就是一张股票单价太高了 你明明知道 买这个股票是好的 但是你没有资本去投资 你买不了他 看着他一直涨 对不对 就是用了Epsilon Delta之后 微积分变成一个 没必要的墙 放在前面 里面有一个很美的花园 你看不到 但是如果你回到 Naive的时代 17世纪的时代 那就是一个花园 直接就打开了 只需要多像式 只需要直角座标系 你就看到微积分了 它基本上能够有的性质 你该学的性质 它该有的应用 全都用多像式 可以看得到 所以你先可以做一个overview 你可以了解多像式 你可以了解多像式 现在干什么 以后我们再慢慢的爬山 再一层一层的爬上去 到这个更 学更高的东西 好啦 哪些东西要学呢 在微积分十集第一段里面 就是要学 基本公式 微分的基本公式 基本公式 特简单 但是这么简单的基本公式 好像做不了什么事情 所以要搭配其他的公式 所以再来就是 将来你们学到向量的时候 就要学的线性性质 就是细数基跟加减 然后呢 乘法律 除法律 有了多像式 除以多像式以后 就出现所谓的有理函数 有理函数跟有理数的差别就是 有理数是整数分支整数 有理函数就是多像式分支多像式 就这么简单 好 但是有了有理函数 出来有理函数 我们就有多了一些数学的内容 可以去玩 再来就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公式 叫连锁率 然后呢 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可以接回到主流 就是刚刚说的 柯西等人 在十九世纪中叶所做的 维基分的 这个 维基分基础的 那个主流的看法 就是极限 就是用极限 那我们可以在非常具体的 这个脉络里面 跟读者跟学生说明 为什么出现这个观念 为什么出现极限这个观念 然后呢 刚刚前面已经先说过了 然后我们就要把指对函数 三角 这些东西拿进来了 让极限这个观念 可以发挥它的威力 因为 因为这两个东西就不是多像式了 就多像式之所以能够 之所以能够很快的发展 维分出来 是因为它可以做因式分解 OK 这两个东西不能了 所以我们就必须要靠极限的观念 来代替多像式的因式分解 来处理多像式的因式分解 相当于那个分解的事情 那接下来我有两个 还有一些教学创新 就是大部分的维基分课 都不讲维分方程 因为数学系都在大二 才讲维分方程 但事实上 维基分 学维基分要干嘛 这句话我得说 我是quote 陈一良 很多年前说 维基分要干嘛 当然在工程数学乃至于统计里面 维基分有一些其他用处 但这不是重要的事 那个在大一学完大一维基分之后 就很简单的应用 学维基分要干嘛 就是为了要解维分方程 为了要处理 就是为了要做维分几何 就是为了要把几何弄清楚 那这里有一个例子 好 那我的教材呢 就是在很早的时候 就把维分方程引进来 刚刚大家看到 我有一支影片叫做 认识维分方程 居然有13万次 还接近14万次的点阅 而且有非常好的留言在底下 就是显然还是很多人搞不清楚 维分方程到底是什么意思 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么浅的维基分 就带入维分方程的这个 非常核心重要的观念 我举的第一个例子 我也很 我自己也挺满意的 就是心在圆点的圆切线 各位同学一定要知道这件事 对不对 辐射线 就是圆的切线垂直于辐射线 辐射线懂吗 就是从圆心到圆周上某一点的直线 那条线 那个辐射线 圆心在圆点的话 辐射线的斜率是x分之y 所以切线要跟它垂直 当然就是-y分之x y'的意思就是说 那一点的斜率 那一点的切线斜率是什么的意思 这个维分方程 现在解读出来看懂的话 刚刚不是说数学是个语言吗 这个式子它就是一句话 它这句话就是说 心在圆点的圆上面任一点的切线斜率 等于-y分之x 当然y跟x指的是那一点的坐标 那一点的直角坐标 系的坐标 就这样 然后将来你就学会怎么解这个维分方程 然后你就会得到x平方加y平方等于r平方 就得到这个结果 所以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所以这又是 我很喜欢这个例子 因为它第一 它是高一学生就知道了 第二 它是维分方程 第三 它可以解释 为什么学维基分以后 是想要解决几何的问题 圆这个几何实在太简单了 但是你要想这是个非常简单的case 以后我们关心的是二维三维 N维空间里面的曲面 或者是hyperplane的那种几何 那就是维分几何的场域了 那维分几何里面碰到的导函数 就是现在在讲这个深度学习 AI最重要的一个技术 很有名的 叫Tensor Analysis 张亮分析 它也就从那边来的 然后也就是 好 所以到了高维度的时候 我刚刚说 在一个变数的函数的可为 就是可以为分的意思就是 这个曲线的局部来看 是一条直线 那如果是两个变数的函数 它在空间中 它的图形就是个曲面 那它可以为分的概念就是 局部来看 它就是一张平面 各位同学在高二下 要学空间中的直线跟平面 这其实还是在为维积分打基础 所以将来要知道 你要用一片一片的空间中 三度空间中的平面 来理解一个曲面 这也就是从这个维分方程 要上升一步的维分方程 好 那张平面就是我刚刚说的张亮 在这个简单的空间里面 就是一个矩阵 就是一个矩阵 到了高维度以后 就是张亮就要出现了 那也就是同样的这些原因 因为一个弯曲的东西 在数学上称为非线性 在局部来看它都是线性的 也就是这个原因使得线性怠数 除了在统计跟社会科学以外 在自然科学 在物理科学 也非常重要的原因 就在这个地方了 因为我们不太有厉害的数学工具 来处理非线性的问题 我们只好一小块一小块的 处理线性的问题 而到了每一个小块的区域里面 那个线性的问题 都是用线性怠数 就是矩阵计算这一类的事情 来解决的 那些东西 在我的计划中的维分十集456 但是我们就后来一直在弄108课纲 这个456都还没有做 但是就在脑袋里面 对 在中大如果我被轮到交维积分的话 我也会在那个地方讲 在我的维积分十集里面 在大部分的维积分课里面 维积分的应用大概都是物理科学的应用 那我就希望让我的学生知道不只有这样 你们将来不一定要成为一个物理科学方面的工程师或科学家 你可以进入社会科学 你可以进入经济学 金融 你可以进入生命科学 那他们全都用了维积分 而且只要学会了维积分 反正它是一个 就数学就是个中性的工具 对 没有说这个工具只能拿来干什么的 对 你学会这个工具 你不一定被限制在天文跟物理的这个范围里面 你可以到很多很多地方去发展 我也尽量在维积分十集里面 能够设法举出一些其他方面的例子 那最后就是 也是我的简短版的序的最后一段 为什么叫十集 你可能会一开始以为 因为我想把它分成level 1 level 2 到level 10 不是这个意思 十集是减起来 集是台阶 十集是一步一步的走台阶上去 意思是说 要给大家一个 有点像那个 有点像那个灯 给大家一个平缓的坡道 不要一开始就是一堵很高的墙 然后戒备伸延 好像怕别人学会一样 不希望是这样 希望是从一个很平缓的平路 然后慢慢有一些台阶 一步一步上去 这是用这个原因 所以取了十集这个名字 但是最具体来说还是要回应 或者致敬 这也是一种致敬 像我们的前辈李善兰 他是生于辛亥革命的整整前100年 他生命中的那80年真的是 整个东方 不只是中国 整个东方非常悲惨的 非常可歌可泣的一段时间 也是在那段时间 这个东方人积极地学习西方的 这个科学的数 当然包括数学的知识 那咸丰九年1859 那是第二次鸦片战争 英法联军要打进北京的那个时间 而南方正在闹太平滇国的时候 李善兰跟一位英国来的传教士 他也是个非常天才 非常了不起的人 他靠着读一本英文的 跟一本翻译的中文的圣经 自己学会了中文 这是非常聪明的人 他数学也很好很厉害 真是很奇怪 他陪着李善兰一起翻译了 全部的东方 包括不只是中国 包括日本在内 第一次接触到解析几何 我说解析几何就包括维基分了 解析几何下一步就是维基分 那很多我们今天学到的这些词 代数 维分 积分 乃至于合并在一起叫做维基分 还有抛物线 这些词就是在这本书里出现的 就是在这本书里第一次 把西方的那些对应的观念 用中文的写意的 就是看了字 其实就差不多可以了解或想象 那是什么东西 对吧 各位同学看了这些字 大家都有点感觉 那是什么东西 好 就是 就是这么厉害的翻译 以后你知道这些字的外文 它还不是英文的 有一些还是希腊文转成拉丁文 再变成英文的 以后你学那些字以后 你会发现这个中文的翻译 其实比原文还要好理解 还要好理解 这是我们中文翻译者的功力 为了向他致意 致敬 我把我的教材也叫做 维基分十集了 好 我们今天就是讲到这边 介绍到这里为止 谢谢